大家好 我是在日本打过的阿峰 我们放长假了 朋友们 日本这边八月份一个节日 叫做鱼兰盆节 我们的工厂放了五天的长假 听说日本很多企业放七八天八九天 那放假都干嘛呢 都是在我呢 都是在宿舍里边弄点好吃的 喝点 吃点 那很多粉丝说 峰哥恩咋不出去玩呢 外边太热了 兄弟啊 你根本就受不了三十七八度 和下火一样 今天中午呢 吃饭有点晚 给大伙看看 今天中午吃什么 朋友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今天中午的伙食 一会儿要开灶了 这个呢 在高压锅刚压的猪蹄子 然后蘸着这个蒜泥吃 这个是腊根 腊根配什么东西呢 这个日本的乌鱼 也叫做章鱼 看着肉雪白雪白的 朋友们 太有食欲了 蘸着这个腊根吃 然后炸了个花生米 顺便喝点 朋友们看看 左这上 啥酒都有啊 这个是白酒 米酒 白酒 然后呢 这个就是刚在上午在超市买的 它应该属于葡萄酒的一种 11度 朋友们看到了吗 而且啥意思啊 在日本销售第一吗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喝 我喝过那种紫色的挺好喝的 然后我还有这个啤酒 这个呢 是泡茶喝的 祭司黄菊 这个是咖啡 咖啡野料 朋友们看看今天中午的伙食咋样 来 朋友们 这个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葡萄酒 尝尝怎么样 有点酸 但是我喝着它这个白色的 这个没有就是我买的那个紫色的好喝 那个紫色就是甜度有点大 这个就是酸度比较大 反正我喝的就是没有那个紫色的好喝 尝尝这个哈 朋友们 日本的章鱼 特别白 大家看到了吗 雪白雪白的 蘸着这个腊根吃 我就喜欢生吃东西 我告诉朋友们哈 一点点腥味都没有 一点点腥味都没有 来 朋友们 咱再尝尝这个猪蹄子啊 猪蹄子呢 配这个蒜泥 尝尝咋样 嗯 太香了 特别烂火 朋友们 日本的猪蹄子特别便宜 好了 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拿工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想了解的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区里边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要开灶了 朋友们啊